大家好,这是2019年10月6日 香港时间是下午3点48分,星期日 这次是新闻解读,水飞投资日记 主要讲讲香港的新闻 刚刚讲完股票 有两张图片我想给大家看看 第一张图片就是在这里看到了 是同学发过来的一张照片 讲到去年9月17日打风 记得那天山竹侵袭香港的时候 搞到第二天满木仓宜 整个香港很多树都塌了 那些市民就因为收不到额图 说可以不上班 每个每天都要管上班 搞到攀山蝎水 大家印象由身 这段文字现在看看 山竹吹袭香港的时候 国家就呼吁特首使用紧急法 全港暂停一天上班 特首就说特首是没有特权的 叫你们一样照上班 OK?一样照上班 搞到每一位香港的人上班的时候 就好像玩越野障碍菜 今天大家都挺游身 今天反而你突然间就说 要用紧急法 来到去管治现金的香港 马上立法 透过紧急法立这个无面法 刚刚去年你才说完特首没有特权 今年无端端又变了有特权 这一种呢 大家要记住 是引生了 我今天讲的主题 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它管治的模式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人治和法治的不同 而人治呢 就可以是 今天我like你 我喜欢你 ok 我给钱你什么都可以 我明天不like你 我就斩你的头 人治 人治 人治就是几千年前 中国那些传统帝王色彩 就这么简单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另一张照片 有好起的星 大家都看完 这一张 又是同学法国 ok 我愿意挂一点 看见我的手势 大公报 如果这些字小 我读给大家看 在1967年7月24日 香港的大公报 ok 里面上面写到 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零售港币一毫子 哇一毫子 我记得我帮我大佬 70年代去买 那些投资的报纸呢 就五毫子一份 七毫子一份 可能其他报纸 两毫子一份 投资报纸 是不过贵的 那时未有信报 亦都没有什么经济日报 ok 那我小弟还很小 在读小学 还未懂得去创办这个报纸 否则的话 今天就可能会多了一份税 给投资日报 看回这一份大公报 大公是中国的喉舌 记得 它是代表中共政府 而这份报纸 亦都看到正话那种手法 什么手法呢 就是说 对中共政府有利的时候 它就说对它有利的东西 到过了一段时间 对它没利的 它就将没利的东西 就说成不对的东西 对它有利的东西 可以说成对的东西 反正今天的我 会打倒昨天的我 在日的我 会打倒以前的他 的我 它就不会计较 这件事 因为为什么 这叫人治社会 看看上面 各界斗委会 当时是六七暴动的时候 大陆搞文革 香港 都将文革延伸到香港 后来最终是周恩来总理 是涵停的 亦都在六七暴动的时候 香港有满地炸弹 大家如果是小过 即是六零年代 都已经在香港 好像我们这样的年纪 就会有少少记忆 大一点的记忆会更多 我们已经叫做 当时还小 记忆就没有那么深刻 先检一下咪 咪还在旁边 大家知道 我们也没有助手 不会说有助手帮你录 半夜三更 半夜一点 怎样有助手呢 看看这个新闻 各界斗委会 斗委会 不是斗鸡会 差不多 反正中共 或者共产党 喜欢你斗我 我斗你 其实一斗斗 已经偏离了我们 瑜伽思想 已经是大事 将一样外国的 共产主义 派来中国 又是想不死也挺难 各界斗委会号召 进一步动员群众 用各种的斗争形式 反击港英 紧急法令 港英政府当时判布的紧急法令 是戒严 叫别人不要出来 不管多少条 通通无效 英国权人紧急法 全部无效 我们 即是中共的人 在香港 只奉行 爱国无罪 抗暴有理 其实 大家聪明一点 要理解 爱国无罪 抗暴有理 这个国 其实是自己乱说的 它应该是爱党无罪 代表共产党 而当时还有个中华民国 在后面 国什么鬼的国 国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是代表中共政府 中华民国 当时还在后面 两个国家 两个中国 爱国无罪 这叫什么呢 对自己有权子的 就是搞个国家观念 这个是金枯罩 你不喜欢我 不喜欢 不认同共产党 就等于不爱国 不爱国 你知道 从小到大 血脈澎湃 就觉得自己 好像犯了什么 离天大罪 就看对你的弱点 所以 不用脑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利用 爱国无罪 抗暴有理 港英推出大堆 紧急法令 反映太耳 喪失信心 其内心意 恐惧与沮丧 这张照片 今天同学发过来 真是认警 很认警 今天的香港 攀布紧急法的 是中共 控制的 林郑 香港政府 OK 而这个1967年的 中共自己的党报 就告诉大家 原来这些紧急法令 是不管多少条 统统无效的 还有 他攀布紧急法令的政府 然后反映他 喪失信心 和内心已经恐惧与沮丧 那是怎样 即是说 1967年的中共政府 已经告诉你 你听 假如有一天 哪一个去推紧急法 那些人 就是丧心病狂 加上他没有了信心 就来脱脱 穿包袱了 他想不到 在2019年的今天 他自己 当家作主的时候 自己 攀用这个紧急法 神无免法 而自己 是大巴大巴的 白纸黑字的 去刮自己的面 你又可可可可 也是不好了 那现在我们听 1967年的 中共的党报 好 还是听今天的 香港政府好 今天香港政府 说不准无眠 1967年就说 喂 这些什么 紧急法 没有理由 所以 我们这些 中立的 经济派 就会懂得做 刚刚那一节 就不冒免 就是奉行 1967年 你知道 毛主席的年代 说的东西 很厉害 我们先奉行他 所以我们不要戴 这个面具 不是奉行毛主席那些 要戴面具 对不对 反政府 对不对 现在我刚才听 香港政府说 所以我刚才说 没有冒免 现在不是了 在家人 祖父 那是祖父 的 文化分手 毛泽东 当年代 叫我们 喂 一定要 不要听政府话 死人老太 也要反抗他 OK 那是 毛泽东教的 先带 好 不然 大哥 你带也会死 你不带也会死 唉 现在香港人 真是很难做 说真的 有头发 谁想做垃圾 谁想戴着面罩和人聊天 一边戴着面罩 一边说话 特别是我们戴眼镜 那些精气噴上来 眼都蒙了 人家跟我们开枪 想吹嘴弹的时候 看都看不到路 很难熟 毛泽东说的东西 我听过了 香港政府说的东西 我刚才又听过了 两方面都听过了 算是一个 中间 骑牆派 没办法 不是怎样呢 好了 我又听了今天的分析 当然 听些厉害人的分析 这幅 我先拿开 大公道 不过它是 挺 发人心醒的 今天我想摆在旁边 有个大标题 是吧 爱国无罪 爱党无罪 抗暴有理 好了 好了 那些正经事 今天 听刘世良和Benny 在一个 研讨会 讲反送中 讲到今天 在里面 世良兄 其实他比我小 为什么呢 他跟我的外甥 刘俊涛 他们是同辈 我记得 有一集《亨昌集》 讲 Benny 他们 在香港法律系的时候 就跟我的 第二外甥 同班 很少我说到外甥 因为 为什么呢 亲人 虽然大家 理念差不多 但是 都是那句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提外话 我也是一个姐姐 上两个月 都在群组 就跟我说 我是第七 我姐姐最大 弟弟 你在YouTube 不要胡说话 你在微信 不要胡说话 你在WhatsApp 不要胡说话 我姐姐也很害怕 我姐姐很疼 我姐姐很疼我 我去美国读书 是我姐姐工的 是我姐夫工的 而我学做生意 大部分是学我姐夫的精神 他很努力 当然他现在不在 我是很尊敬的 非常尊敬的 一个长辈 我姐姐 我当然是疼她 我姐姐对我很好 我姐姐在两个月前 都很害怕我 害怕我戴她 但我发觉 最近我姐姐的口风改了 她在群组里 就会说 哇 有没有搞错 那样都可以 亂打人 我们开始 会劝她 我说 姐姐 不要看这些新闻 看新闻多的话 影响你的心情 因为年纪大 我说 我们都 登了六 我姐姐 当然是 比我们更大 我姐姐 有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五哥 六哥 七才到我 还有八 连老人家 如此保守 都改变她的立场 老人家 本来就像我妈妈以前那样 我妈以前想参观 我想参观同军 我妈妈听到军字 啊军不行 你将来一定要远走高飞 去到有么远 去不远 离开中国大陆 离开中共 要不然就很惨了 香港也不够远 走远一点 我说在香港参观同军 不行不行 要被人抽口算账 你会死的 即是我妈妈 在大陆 下来香港 1961年 就带我们走下来 走烂 她是怕中共政府 是怕到这样的 OK 那 那 一定怕事 另外一方面 当然是为你好 但从小到大已经叫我们走 有么远就走不远 我爸爸在大陆 都是有么远就走不远 不要管 不要留在这儿 这个就是以前上一辈的事情 说说世良兄 礼貌上叫他兄 我老过他 他说 他说 在八零年代的时候 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 他参加香港的政制和法制的建议 和当时的财政司 商讨香港的政制的时候 他的想法 他说 或者他那班人的想法 他觉得中共政府和香港 实际上是走一条平衡的轨道 只不过是一个快 一个慢 而总有一天 最多在香港等他 他便会上来 这个说法 在当时 当然应该是OK的 因为实际上 你研究一下 邓小平 我们伟大的驼手 他设计这个 一国两制 都是有这种概念 他觉得 你香港这么厉害 我不收回你 等你做带头作用 等你一国两制 等你继续马招跑 舞招跳 然后怎样 我们可以学你 深圳才起头学他 有一天 接着深圳 北京上海 一个一个城市 学香港 总有一天 是大家会看齐 我相信 这也是邓小平当初的理念 现在他人不在 大家不能对证 但这是一国两制 很多人都相信是这一点 问题是发生在哪里呢 问题是法治和人治的分别 这个法治的制度 如果要改变一件事 比如签了约 合约也好 协议也好 法律也好 你签了之后 如果你要改变的话 你要经过国家的行政院 立法院 众议院 参议院 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 人民大会 人民的什么 committee 都应该是民选的话 要经过他们的时候 仍然会符合大众人的利益 和想法 要改变的时候 一般来说 会慢 但还是会潮着 大部分人的意愿 各方面改变 胡锦涛不需要跟随着 胡锦涛做的事 习主席更加不需要跟随着 而直接就不跟随着 直接就把你放在一边 他觉得毛泽东年代 到邓小平 到2019年 就是习主席的年代 人治的社会 就是说 当一个人 他已经不在 换了第二个人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会改变 我觉得在当年 九零年代的有息之士 所看漏的就是这一点 他们深信 或者假设 假设 当时的人所说的 所签的 包括联合声明 他们都会假设 以后会有效的 我相对而言 相对我们妈妈 爸爸被中共政府迫害 我爸爸从来都不能到香港 是禁止到香港 偷渡了十几二十次 不成功 都不能到来 相对我爸爸我妈妈那一代 他们是深受共产党的迫害 亲身经历 和我们在香港长大 没有亲自感受到的痛楚 我们不是黑骨铭心地知道 中共政府可怕的地方 直至到今天 在九零年代 有息之士 他们的假设 都是用西方社会的生活环境 习惯去做假设 结果是什么 一个大益事 在当年来说 知道的人多不多 知道中共真面目的人多不多 知道 很多人移民 但是那时的风气就是 你不敢去和他抗争 不敢去和他抗衡 因为为什么 你仍然是一小撮的人 你一和他抗争抗衡 分分钟 就可能被消失在社会上 不要说中共 就算当时 批评掌经国的 台湾人 去到美国 一样会被人含刺 你就明白了 所以 不怪当时 有息之士 他在香港长大 他就以为 共产主义 只不过 和香港的主义 平衡转 只不过你快点 我慢点 这个认识 完全错误 我还很奇怪地 在1980年代 原来民主派 是动员去美国 是要美国 继续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一点就是 我有点奇怪的 当然 那时候我还是 没有 仔细地去研究 政治的新闻 虽然在六四之后 八九文运的时候 每一次的游行 每一次 无论几大风几大雨 我都有 上街 还是担大旗 那只 单手握 之旗 然后 又手用 拿着工事箱 那时候还在香港大学 校外课程 还在教股票 投资班 然后 上堂下堂 就去游行 八九到现在 三十年 今天在香港 重新游行 但今天 更加撕裂 更加严重 好了 刚刚说到 九年代的有色之士 误判了 人事和法治的分别 更加 遗漏了 当一个人 过了身 他下一代上来 他会完全 不会依据 共产党先人所说的任何东西 他们会觉得 我算你是老几 反正我的荷包最重要 我的权力最重要 不用多说 历史也有些教训 哪个皇帝上场 他还会听他老爸的肢笛 他还会听他爷爷的肢笛 当然会听他自己的肢笛 对不对 这一点引致 很多香港的政客 特别民主派 所谓当时的民主派 就是误判形势 那时更加他们会反独立 反港独 反台独 有一句话很搞笑 阿薩良卿今天说 今时今日的 前支联会的李卓人 何俊仁 在集会的时候 居然在今时今日哭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以前他们不会 今天他们会 即是说 今时今日 他们开始明白到 之前是误判了的 梁瑞辉 梁浩东 一直都说 税比投资日记 是说股票 平时我很少说经济 和说新闻 但是 你要了解一点 如果你听开我分析 你就会发觉 我说话 毫不留情 我说话的时候 我会认为 因为 对 与不对 我就是觉得 只有零与一 没有灰色地带 而你尋求灰色地带 找一个中间平衡点 那么你在政治上面 你会输 你会死 你会死 在政治上面 就不是你死 就是他磨 只有赢 赢和输 好似买卖股票投资 买卖旗子一样 你一落场 就只有两个结果 赢或者输 赚或者输 没有得打平手 政治是一模一样 政治更加残酷 所以 这段的分析 是要讲 如何去看中共的政治 如何去看中共的政府 和其他政府的比较 然后你就可以想到 未来应该怎么做 或者未来应该怎么走 跟卖股票一样 先研究以前走势 然后告诉自己 未来是如何 升还是跌 然后作出最合理的判断 action 你才可以保本 和赚钱 政治上面就是 你才会赢 和你不会输得那么惨 或者是 你可以保住 你的voice 声音 然后以后可以继续发声 然后让你的诉求 和你的运动 可以继续下去 没有得打和 有没有妥协 政治没有妥协 当你妥协的时候 对方就会打死你 我说话很直接 不会humble 我说我不懂的东西 我就说我不懂 但如果自己知道的东西 是不能谦虚 直接告诉你 也不会大概是这样 几十年的经验 还有什么大概呢 好了 说一下 共产主义 和资本主义 最大的分别 和人性的关系 好吗 人性的弱点 是卡内基社的书 全球很多人看过 人性的弱点 包括人性本来就是 性本善 孟子说 但实际上 人性本来就是 为自己 很self center 很selfish 个人主义 看一看 你觉得 说真话 不是吗 是你读得书多的时候 才将这一种 个人主义 或者自私的概念 慢慢去遮盖 慢慢帮它圆滑 又或者慢慢 当你赚到钱的时候 你才会慢慢和别人分享 否则的话 人本性 就是好自我 好自私 只会为自己 应该大部分 都会是这样 你们看下非洲的国家 在没东西吃的时候 在欠东西吃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 暴落与暴落之间 当然是你打我我打你 不是你死我我亡天 是不是 OK 好了 共产主义 归根到底 在理论性上面 是非常之乌托邦 非常之好像一个天堂 就因为这种乌托邦 大家没有自己的财富 大家共享所有的东西 共产人全世界的东西 大家平均分 这种很宏愿 很伟大的一种概念 那就骗了很多人 所以就在民初的时候 当君佛国具 贫富懸殊 国民党的人 当官的很有钱 平民百姓 又窮到窿 这种历练 被农民 毛泽东最懂得利用 这种 产生了幻想 产生了梦想 觉得 共产主义 可以给他们 一个出路 可以共享荣辱 共享财富 共产主义 但实际上来说 连卡内基 死人性 都说 这些是违反 人的本性的 有什么可以共享呢 你想想 你赚到的 辛辛苦苦的 要和旁边的陌生人 互相分享 很多人做不到 在共享的社会上 共产主义上 是不需要有什么税制 为什么大家都分了 平均分 理论性是这样 均富 全国所有的东西 全国人民平均分配 理论上是很好的 其实这个世界 要记住 人家越是甜言蜜语 去哄你的时候 对方就越狡猾 作为香港人 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我从小到大 在香港这么 龙蛇混习的地方 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一点呢 我们牛头角长大的 你越跟我说 天花龙鳳 我就越知道你 又固惑 对不对 好了 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当官的 共产主义里面 当官的 当领导的 他有权 共产嘛 谁负责分配财富 他嘛 他分的时候怎么分呢 他用了人性的弱点 自我自私的一面去分 分配 说是说共产 统战的时候 说共产 对着咪的时候 说共产 真的用白纸黑 去分的时候 大部分钱都落了自己的钱 结果如何呢 所以共产主义的国家 就变成了极端的贫富 极端的专权 因为只有专权 他才可以保住了 他留给自己的极不平衡的财富 他也不敢下台 更加不敢 是 辞职 否则 他分分钟都会被人吊死打死 这里萧先生 萧若元都说过 曹操很老实 曹操都说 我在这个位置 我不辞职 我不可以让位 否则他说 我全家都有危险 他说曹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我只不过记起他说的这几句 历史 我们肯定相信是萧若元先生 政治和经济 听梁浩东说 极端的腐败 极端的专权 那就变成了什么 黑暗的统治 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来说 你会发觉 人性很难改变 江山易改 品性难移 你想想一个很乌托邦 很完美的系统 但是放在人的手上 去做治理的时候 就会走样 实例了 不寒 不寒 金仔自己是肥肥的 肚腩有大油 目共倒 我不认为他有挨饿的迹象 但相对于北韩的人民 军队说每个人都健康 都健康 没有肚腩 究竟是他不能吃 还是他做得多运动 大家要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如果他是不能吃 有50%的机会 这是一个专权 有特权 均富 没有均富 极端的贫富懸殊的国家 越南 以前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 中共政府 全部都有例子给你看 他们的国民生产专席 全部都是包尾 为什么 大哥 做36不做36 做完之后 就给你们当官的 当领导的 自己什么都没有 我做什么这么辛苦 大家不做 本屁 甚至大家想什么 想起来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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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会有正常的GDP 大家想起来做假鸡蛋 毒米 毒奶粉 挺而走艳 这些都是在共产主义 没有网管 没有了公义的管理 没有了仁义道德 没有了德育的培养 更加没有了公德的培养 社会所产生的副作用 另外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什么呢 我们比较一下 资本主义社会 建基于什么呢 自己个人 纯上于个人 你自己多留多得 看着 看着你个人性的弱点 摆得明你就是 自我中心 摆得明你个人都是自私的 好 你自己赚到 那你自己赚到便自己花了 这就是capitalism 这会不会给你的嘛 我们会不会说李嘉诚不适合 那你不会吧 打到人家白手 人家做出来 人家赚到人家叹 全香港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我们不会说 不会仇富 因为我们是公平社会 我们自己懒惰不去做 人家李嘉诚肯博 又聪明又聪明又聪明又有软健 他赚到的钱 我们不会去妒忌 我们只会羡慕 是真的 香港人 就因为 尊重个人的能力 个人的主义 多劳多得 自己的成果 我自己可以享用 那便有动力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或者是经济体 他们GDP GDP 国民生产总值 是很稳健增长的 你看看美国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北欧的瑞典 这么多个国家 随口说一大堆 有谁的 德国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就算说到马来西亚 OK 说到最近 台湾 台湾是80年代 后期才开始开放 90年代开放 所以开放都没多久 都挺好的 GDP 至少也有香港的一半 现在香港正在上升 台湾正在上升 但是在这种capitalism的国家 或者地区 有一个问题 有的就越来越有 穷的就越来越穷 因为如果它懒开 就越来越穷 所以这些国家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税网 即是说大的税网 即是每个人都要交税 那又如何 收了税之后 富有钱的人就多些 穷的人就少些 然后将这些税 收了的税 用来建桥捉路 然后给一些单亲的妈妈 给一些穷人 给一些没钱 读书的人 免费教育 免费读大学 你在美国加拿大 读大学也是 你现在18岁 如果你想读大学 申请填一张表 政府就直接借钱给你 无释贷款给你 包括你的生活费 这就是在税制里面 去处理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 是有漏洞 漏洞就是说 很容易会产生 贫富差距拉大 补救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税制去处理这件事 有钱的 拿多些税出来 然后就分给没钱的人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般税是比较多的 加拿大的入息税 随时都打了20-30% 公司税是12.8% 但入息税比较高 不安的国家还打了30-40% 但打多些税比较高 就会比较高 我们加拿大的看医生 不用付钱 对吗 好了 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 多的是欧盟大部分的国家 澳洲、西南、美国、英国 所以你要看到两种制度的不同 一个叫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叫共产主义社会 而共产主义社会 它是违背了人性 而资本主义社会 是顺着人性的发展 再附加一个法制健全的制度 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就算你穷人也好 你有同等的投票权 你有同等的发声的机会 它有好的法治制度 相对于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它因为是一个极权的地方 而为什么它要极权呢 是因为它要保障 那些领导人自己的财富 以及永垂不留的权力 所以是不会将任何权力开放 也不会有任何的所谓公平选举 公平竞争 否则党就会倒下了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马哈提尔最近也说了一句 一国两制行不通的长远来说 那你就明白 人家对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 是多么了解 两个水火不容 有什么可能行得通 邓小平 他觉得行得通 是他假定了一件事错的 他假定了 他的后人会听他的话 妈妈生儿子都不知道他儿子想什么 更何况下一代想着做什么 他跟着你 这个真的不厉害 这就产生了这么多问题 如果你要香港 资本主义社会 是跟着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哥 向前客 你说以后会没有矛盾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矛盾 这一早就有 但什么时候爆出来 今天是由香港爆出来 那结果是会怎样呢 很简单 水火不容的两个制度 是不可能 融在一起 他们两条轨道本来就不平衡 是大揽都射不埋 我重新说一句 他们是大揽都射不埋 就等于我说中美贸易战 去年 我就已经说 傾不埋 大揽都射不埋 但傾不埋的结果是怎样呢 大家拭目以待 傾不埋的会有什么后果 那就是将会是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想中美贸易战 会谈得完 然后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有什么协议 你又会大错特错 回来 如果想着香港的运动 是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 你又会大错特错 因为两方面想的人完全不同 想法不同 香港人是自由经济社会 自由经济体 由一百年来 都在英国一个自由的文化统治下 我们自己可以自由发声 自由做 自由进出 自由贸易 钱也自由 什么都自由 那你说靖民地政府 有没有不自由的地方 有 但我们不觉得 作为市民 这才是一个好处 OK 当然 英国佬都会赚到钱 人家管理得这么好 赚到钱便被人赚 在英国管治的时候 起码我们有骰自驱住 起码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单位住 起码 当时 看不到今天 今天这么多龙屋 这么离谱 香港这个 示威 是会继续发酵 继续延续 就正如刘世良说 未来就出向了一个分离主义 也都类似 贝尔法斯特 北爱尔兰 在几十年前的情况 是会更加可能 越来越暴力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期待 或者你如果估计 共产的政权 是会 做少少事情 为人民的话 那你就真的不了解共产党 还有 你完全听不懂我今天所说的 这些事情 基于这个大前提 香港 是将会 泥足深陷 其实这个是1997年 回归之后 就已经会发生 是差在几时会发生 而香港人也都会 你必定会反抗 你也都不会不反抗 在反抗的时候 就好像 一只 跌落浮沙的动物 本来不动的时候 打平躺在这里 你可能还会捱到五十年 自由少了 但仍然都可能会生存 但一旦 你发现了自己 没有自由 你挣扎 你想离开浮沙 你越动得快 越下沉得快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平时很少分析政治 既然洗濕了头 那就必须要讲多些 不过 都不要一次都说了 是挺沉重的 但好过不知道 好过掩耳道灵 好过 像鱼鸟政策那样 收起自己 所以 我们必须要 将可能发生的事 公诸于世 大家分享 由大家作出 早点的预防 最主要 最主要是 在未来或以后的想法 千万不要太单纯 更不要误判了形势 因为你面对的 他不单止是一个猛虎 还是一个 这一分钟 会打到自己 上一分钟 会打到自己的祖先 的一个 可能完全 不理解 是没有将法的 一头老虎